前前有试员给我们发私信说 想让我们测评一下 胃龙的辣条粽子 嗯 OK OK 可是辣条易柱 不是会软啪啪的很难吃吗 哦 正好可以端午节 送给家里的熊孩子们吃 哈哈哈哈 快把小白猪目上的树双 牵出来吧 什么鬼胃龙的辣条粽子 是不是黑暗料理 你又想搞我吗 我觉得没问题 你拆 等会有这个习惯 再跟这个 我还要拆 你看那这样拧的才爽 给我留一点 哇好爽 这个包装很像月饼 我觉得过度包装 有一种聊天就尬尬聊 有一种粽子叫辣粽 那是鸦韵啊 不是他这是尬鸦韵 我觉得他才尬嘞 哇 我没见任何味道 你胡说 你不说那我这落包了 啊我这边 真的没有味儿 啊大宝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去煮吧过来吧 给 给 yes 哦还挺香的 粽叶的那个香气 究竟这个辣条会不会敷呢 来我们赶紧拆开看一下 这里面有鲜猪肉 香辣肠 杯干菜 摩鱼淀粉制品 落败 辣条呢 骑骗消费者呢 我打电话 喂 喂 那个123个5も 123个5 这个辣条粽子里没粽子 没辣条 这辣条里边没粽子 这不对呀 这为什么呢 摩鱼霜也是他辣条的一种 不是 幽江大道大辣条只有一种 就是那个白白的 对不对 对 逮抵 将的逮 既然它里面没有辣条 那么如果它这个洞子再不是辣条的味道 我绝对举报了 有点强声锁的吧 里面什么人就都没放辣条 怎么会出辣条的味道 但是辣条的那个腌渍调味料 它可以拌进去嘛 它如果不是那个的话我就生气了 那我们来吃吧 辣 辣条的味道 你眼里有光 你知道吗 我真好吃 好吃 有一点咸度微辣 比我们吃到味龙辣条的那些产品 要稍微辣一点 吃起来不腻 还能吃到点粽叶的香味 还不错 居然 我不是提包你了 但是 但是很好吃 我觉得味龙出这个辣条粽子还是太保守了 辣条的氛围不够浓厚 就是没有你那种吃大口大口吃的辣条你满足感 对 为满足广大辣条爱好者的需求 我设特别推出道月舍自制辣条粽子 道月舍辣条粽子 精选刚刚成年的雄性小肉粽 搭配火辣Q弹的祖传辣条 比味龙的典雅 比武方斩火辣 力压两大品牌 只要250 只要250 你们看 木梢和树梢吃到多香啊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吃 250值不值 值 怎么这么贵 250有吗250 问250 值不值 好棒 好吃 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我们以后可以吃什么 巧克力粽子啊 废列萝粽子啊 巧克力粽子啊 巧克力粽子啊 巧克力粽子也很棒 一口肺力罗 一口肉粽子 我觉得不错 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这个味龙的辣条粽子 我觉得从味道上来讲 还是确实不错的 它的调味 是它的很大的一个特色 味道特别鲜爽 是市面上没有过的那个粽子的感觉 它是14块9 两个 7块4毛5一个 价格上其实是偏贵的 然后个头很小 不大 就是我们俩的话 三勺 我还优着吃的 要是他自己 肯定一人一口就没了 但它里面的用料确实够足 你吃了一大块肉 我吃了又鸣了 又吃了一大块肉 你最后还有一块肉 你又拿走了 对吧 你别不认 这时候需要跟人整个人说话的时候 你别不认 我认了 今年过端午 你可以买来尝尝鲜 也到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吧 拜拜 拜拜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好了你 嗯 关注咱们有点食欲剂 哇 哇 哎我哪有 你也有一个 哎我也 哎 哎你也有 哎我也有 哎 哎 哎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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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